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恩桑捷部落 所划過的河道 曾是過去的道路 原本的農田已成水洼地 一塌近部落 被水淹過的防射 殘破不堪 那个水 把这个土都封掉了 留守在这的年轻人 也不敢进入屋内 只能够铺草席 搭蚊帐 在屋外休息 回想逃难的那一天 酋长更是印象深刻 其实每年的11月到5月 是当地的雨季 河水暴涨是常态 但今年一带风灾 带来豪大雨 水淹两公尺高 在恩桑捷有8万1000人受灾 马拉威政府 已经不准居民再回来居住 然后看到他们的房子 其实都已经废弃不用了 因为这边每次只要下大雨 他们的房子就被淹 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一次 一带的关系 就下定决心要搬离这个地方 原本就要丰收的农作物 也几乎全毁 长不出果实 这个家他们知道 真的回不去了 洪水冲走了一切 不只是道路 不只是家园 受灾乡亲们 如今是一无所有 如何重返过往 自己自主的生活 这段路必定是漫长而艰辛 大家新闻杨锦惠 黄岐炉 李承佑 马拉威报导